有些时候同样的病 同样的血位 有些时候我扎上之后和你扎上 它效果就完全有这样 有这种情况吗 或者你扎上和代理的老师做 或者教你的老师 你扎的叫我和他扎上 他扎上可能就是那样的 你扎下去 我的梦都就好了 你扎上还就是轻点了 紧紧而已 就是轻点了 有这种情况吗 这个呢就体贴在什么问题了 针灸呢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 但是是我们现在过于浮躁 把针灸呢搞得轻操了 其实针灸里头有很多的细节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忽略的 动气针法更多的是用在一些痛症上 痛症于针灸来说必须要立竿见的 有些时候你扎和我扎差在扎 不是说我扎的针比你多了 或者是你是老师的按针应该大了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很多细节你没有做到 你想不想想像那个脑袋是一样 治疗痛症下几一针立竿电影 想啊 传说你点绝招是吧 你要做到我说的四个细节 你就可以治疗痛症立竿电影 首先我们是了解了动气针法 就下针之后开始活动它的患处 那它活动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边行针一边活动 还有一点你不知道 下针后一边行针一边活动 让患者活动患处 直到患处有明显的好转反应才能停止行针 这一点很重要 你知道动气针法 你也知道一边行针一边活动 但是很多人是什么 下针之后 例如说我这个肩膀疼 你看我这一颗肩膀疼 一这样我就疼 这属于大家的肩膀 手阳明大肠症的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疼外展疼 我扎哪一个 是不是三肩卷 因为书主体重疾痛 三肩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书卷 都是什么扎上三肩 然后来你活动一下 我这边活动他行针 哎活动两点 好了 起来就走吧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差在什么 我们强调一边行针 一边让他活动患动 必须等患处 有明显的好转反应 你才能停止行针 为什么 因为针灸致病的原理 就是吊气活绝 你要吊动气绝 到你的患处来 去集中的冲击病造点才行 那你只有一边活 一边行针 一边活动 换过明年的好转反应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他是真的把气血引过来了 再攻击病造点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停 而不是有些年老体绪的 例如说 你给他长针 你看他年轻啊 可能要二十多岁 你可能下针之后 你随便年长两下 他一活动 好 这样就感觉清了 但是例如说 像我本身身体就不好 还严重的气虚 那你下针 如果你是下针之后 年转两下 让我活动两下 你起来走吧 你放心吧 像我绝对不好 为什么 我本来身体就弱气虚 然后你让我随便 活动两下 我这个气血根本就 也没引过来了 然后你就撤了 是不是肯定是留下 百分之百不好 这是这一点 一定要等这块 有明显的豪转反应 什么叫明显的豪转反应 例如说 你这是以腾痛为主 你突然发现腾痛在不停的减轻 例如说 假如说 你这是风弹湿 便宜引起的 那你有些手往那一搭 你就明显的感觉到 有排风的反应 或者是寒湿 寒气比较弱 搭上之后 它有什么往外 突突地排那种冷气 这个叫明显的豪转反应